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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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今天的加入科學廣場 那歡迎大家今天來到這個 同樣一個場地 但是我們每週的這個節目都不一樣 不過我們今天還是有新朋友加入我們 可不可以先舉個手讓我們看 我知道這裡有一組新朋友 他們其他的是新朋友 其他都是老朋友 那我們其他老朋友 我就歡迎我們新朋友 好不好 這邊有很 我剛剛其實稍微跟他們聊一下 他們有去 他們是來我們中央大學玩 然後經過這邊看到 然後就跟我稍微聊了一下 才知道所有這個活動 好 所以以前是有一個困難 我知道很多家長覺得這活動不錯 可是又不太願意 然後不太捨得介紹給親朋好友 原因很簡單 你介紹出去 你自己抽籤的機率就降低了 這道理很簡單嘛 然後就想說 可是這個很好 又很想說街房鄰居朋友都介紹 然後讓他們也來參加 那我們現在改成這個學習的這種方式之後 那你就可以盡量介紹你的朋友 那大家一起來小朋友也會有伴 可能就是你認識的同學啊 你家鄰居啊等等 好 那我正式來介紹我們今天的這個 喔 我先介紹我自己好嗎 我是那個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奇 欸 誰 我每個禮拜都在這邊 你不認識我真的也很難 好 那我是物理系的老師 同時是科教中心的主任 那也是這個駕駛居廣場的計畫主持人 好 所以很多朋友其實都已經對我很熟悉了 那其實也有很多朋友都對我們周建恆老師是很熟悉的 我先問一下 你曾經在教育科學廣場上過我們周建恆老師課的 舉手 好 我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我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然後就找了一些就是我們教育科學廣場的老朋友 然後就發現他們就出來參加這麼多場教育科學廣場 周老師的那幾場讓他們印象非常深刻 那做十二零行是一個 那還有一次我們是放天燈 那場有沒有人參加 都沒有對不對 真的可惜 沒關係 從今天開始 誰喔 又是你喔 好 所以你待會上來 如果我們周老師缺小觸覺你可以上來嗎 他用力點頭 那你要小心喔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電耶 靜電耶 電人的喔 所以你待會要上來主動被我們電齁 講好了 正式介紹一下周老師 周老師是東北大學物理CDA 然後在台大拿到的這個物理博士 然後周老師現在是在我們的鄰居萬能科大任教 但是周老師最厲害的地方請看下面 他最近參加去年 去年13年莫斯科的一個阿基米的國際發明戰 不是銀牌不是銅牌是金牌 你說我們台灣有幾個教授去參加發明戰得金牌的 好 這個去年 前年英國你會說那莫斯科莫斯科 是不是水準不夠高 沒有喔 你來看一下 英國的發明戰 一樣最高榮譽白金獎 所以其實周老師發明了很多東西 它不但有科學原理在裡面 然後又有實際的用處 像白金獎這個是海浪發電 我們現在不是都很 都沒有電可以用嗎 然後能源都枯竭啊 然後又要乾淨 然後又不要要核電 怎麼辦 海浪可以發電 相不相信 用海浪發電 哇 多好啊 所以我們周老師就發明了這個 那前面呢 那個剛剛小朋友講的那個石特林引擎啊 蒸汽機這些 都是聽起來好像是古老的技術 可是古老的技術 如果你稍微把它翻新在現代 它可以解決我們的能源危機 所以呢 在這邊周老師還沒有放上去的 我一定要做一下廣告 台灣有幾個教授可以上那個 Discovery頻道 周老師 周老師做出來的東西 在那個北投的地熱谷 有一個用熱石特林引擎來發電 有一個模型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去那邊玩的話 記得去看一下 好不好 一邊玩一邊又可以學科學 好 那剛剛也講了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有趣的靜電 想說唉唷 電 就最怕被電了 靜電怎麼會有趣 有沒有看到桌上有很多東西 然後旁邊還有 這邊沒有 很大 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 看起來像那個變形金剛到底是什麼 然後待會可以怎麼玩對不對 好 那 你們要答應周老師一件事情 等下 我說欸 熱力掌聲 歡迎我們周老師的時候 只要用最用力 最有誠意的那個掌聲 來歡迎我們周老師 有沒有 還沒還沒看 好 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周建宏教授 好 讓周老師 非常感謝我們周老師給這樣一個誇獎 誇獎 誇獎 當然我很盡力在這個綠色人員 或者這個教具方面 我花了不少力氣 但是真正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說 要是沒有周老師提供下一個很好的平台 實際上 中央大學這個科教中心的人 加了科學廣場 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 很多很好的專家 他都 在每個領域有很好的領域 很優秀的表現 都被周老師網路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平台 我相信是在國內 這個真正有 真正有 不但有實質內容 而且是持續發展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希望 很感謝 我也一樣 除了周老師感謝各位也 我也感謝各位 大家來這邊 因為科學教育 必須要大家 包括家長 包括小朋友一起參與 我們才可能可舊可大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今天 我個人也非常感謝 那 我將會 今後呢 也常常會 經常跟周老師 多加一加合作 因為他只要 他分不已生 我是一定 典力相助 典力相助 不過今天 還好 我今天 早上一起來 就是 注視不順 就是看了 各位很高興 為什麼呢 眼睛一進東西弄半天 又一個了嗎 眼睛一進就弄不出來 弄出來之後 所有的夾傷 因為 也是一個 那個發電的 然後呢 到這裡又迷路 還有中午都沒吃 不過看到各位很高興 你看 各位專注這麼久 我就很高興 有那麼專注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老師大概的活動是這樣子 我們先講 老師會給各位看一下投影片 因為投影片 投影片呢 有兩個 有兩個 放映的那個 短片 其中一個短片呢 是關於那個 天燈的 我叫走馬天燈 因為上次我們做的時候呢 它的效果 沒有完全出來 那我們今天看影片 可以看到 它的效果比較好的 是什麼樣 如果有機會還可以做 不過 走馬天燈有一點點危險性 只有今天用影片看一看 那如果 各位有興趣 我們在 那個什麼 那個台東 台東有一個 今年暑假 有一個叫做 聯合會議 叫做聯合會議 物理教學聯合會議 那我會把東西帶過去那邊做 好 這是第一個影片 那第二影片呢 就是有關於這個 對 第二影片是講今天的靜電 因為今天靜電 我們只做一個 我來這邊做的時候 我有一個考慮 我們今天是靜電嘛 對不對 前面那個只是一個廣告 然後把上次的活動 再做一個表現而已 那第二段要講的什麼 要講的就是有關於靜電的部分 因為靜電有很多運用 有很多運用 但是我們沒辦法一一做 特別是在最近這一陣子 我們的濕度稍微高了一點 不太好做 所以我有一個小影片 讓各位看到這個靜電的 還有哪些的地方可以做 然後再下 緊接下 緊接下 我有一個PowerPoint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簡介 大概也把我們今天要講 要做的東西 做個簡單的介紹 緊接下 我們再來做 好不好 做的時候呢 我還要再演示一些東西 然後再演示一些靜電的現象 小朋友想玩可以玩 譬如玩 電一下 有沒有趕快電一下 爸爸媽媽不要電好了 因為爸爸媽媽電 如果年紀比較大 小朋友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今天這個活動大概這樣 第一個是 大概講一下 走馬天燈 天燈的影片 然後再下 是一個靜電的 各種靜電的一個 短短的一分鐘的影片 再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一下 今天的實驗的原理 好 再下來我們演示一下 我們看到的東西 今天帶來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開始做 好不好 這樣我們講 時間會配合得剛剛好 因為今天東西不難 一定可以做出來 因為特色我們的 我們的大哥哥大姐姐 都是第一高手 這邊真的是 人才祭祭 我實在 坦白說 我感覺到 非常珍惜這樣一個平台 希望大家的支持 還有朱老師這樣 鼎力的 盡全力的 去投入 我希望這個平台 驗座也好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 先看看我們的今天的投影 投影 有點誇張 多許 多許 現場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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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 他這個是天真的藍料槽 我現在用藍料 不要用那個 沒有 因為太髒了 他用 還可以收回 還可以重新再做 上次我們在這裡做過 但是他在這裡做的時候 是稍微小了一點 你用那個尺寸 當時我的學生難聽到可以掌握 這個天真的原理大家知道嗎 有沒有人知道天真原理 有沒有人知道天真原理 有沒有人知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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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聽不來 我要給他趕快輸 我寫你們的樂隊友 好 我這邊插個嘴 就是大家這樣看 會不會覺得自己也很想做 因為我剛剛問 不是上一次做天真 我們大多數 除了那些小朋友 有做到以外 其他小朋友都沒有做 那我就在這邊做個市場調查 如果我們再開一次做天真的客人 你想來的就是 好 周老師你看到了 好 我們再來拍 我們再來拍 小朋友來 稍微家長要多一點 要安全請 所以我們有機會可以拿到外面 因為這個天真就像 你看上面 你有沒有看天真上面 不是有一個 像翅膀一樣 你們注意到 天真的上面 天真的 對對 天真上面有沒有看到 那個就是他旋轉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到底要做幾個 放在什麼地方 事實上 各位可以那個 各位可以自己設計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 這個初期的作品 因為有一個繩子拉著 細細的繩子拉著 他其實速度可能還可以更快 但是問題就是說 要看各位怎麼設計 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 這個把它結束 好啦 今天只是做一個簡單的廣告 如果 如果 朱老師需要我們 我們一定可以幫忙 一定的 他們需要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我來 請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首先我講一下 我先講這個 有關於靜電的部分 我們靜電的這個 這個東西 老師先介紹一下 今天要做些什麼東西 看看 如果製造高壓的靜電 好多種方法 老師先大概介紹一下 像這種方法有沒有看過 知道這怎麼介紹的嗎 這怎麼回事知道嗎 這邊如果帶附電 它是 這個水呢 是在管子裡當中 這邊有一個金屬的盤子 或者一個金屬的導體 不見得跟水接觸 不見得跟水接觸 這邊帶附電 這邊帶附電 因此呢 水滴下來之後 水本身就會帶附電 我先能介紹好幾種 產生靜電 高壓靜電的方法 你看這邊是水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水 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老師在這邊 搞一個帶附電的 這邊做一個金屬環 假設一個金屬環 圍住可以嗎 一個圍住環 一個金屬環 這邊帶附電 可以嗎 可以齁 那因為這邊帶附電 這邊帶附電 這個水這邊 會被什麼 會被極化 附的吸陣的 正的吸附的 對不對 那這邊這個水 現在這個水 這些水到這裡的時候 它會帶附電還帶附電 附電 水講的 完全對 這正電 這水會帶附電 那水滴下來之後呢 會帶什麼電 帶附電 沒有錯 帶附電 那這邊會帶什麼電 附電 水滴下來之後 這水喔 這水喔 慢慢的水 慢慢的水就要流下來 可以嗎 那這邊帶什麼電 附電對不對 對齁 對不對 帶下來之後是不是附電 沒錯吧 那我在下面再做個桶子 把這個附電裝著 抱歉 附的 裝著 對不對 這邊帶陣對不對 地下的陣 對不對 我把這個點在這邊 因為我需要一個附電 然後把這個呢 連在這邊 是不是就一直給它 給它 就這個一直產生典力 了解我在降手嗎 了不了解 這是一種 喔 不了解 不了解 沒關係 問問看 這是一個感應起電的辦法 不是摩擦起電 我們產生高壓靜電的好種辦法 這是其中一種 就是感應起電的地方 所以這個儀器 這是一個 靜電產生的方式 下次你們會看到這個儀器 會不會覺得奇怪 你怎麼衰 產生電啊 好怪喔 它其實很簡單原理 這樣講應該理解吧 如果不理解 我們下面 我們還可以談了一下 很容易了解 對不對 因為一個陣一個附 感應起電 這叫感應起電 好了 下面一個 這個 跟剛才那個是 類似的原理 我們那邊有好幾句 類似的原理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 不不不 為什麼不用示範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原理 老師曾經想通過 可是要解釋起來很麻煩 可以讓操作讓人看 有多好處 對對對 但是我先講一下 它那個 它的原理 它的原理跟剛才那個 那個 靜電產 用水來產 這個原理是類似的 是類似的 是感應起電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它把它挫開 就避免這個 在高壓的時候 它就 直接就 從這個量 就 倒通了 你知道嗎 所以它這個電 產生的高壓 又會比這個好一點 知道我的意思嗎 它的意思 它原理是 基本原理是一樣的 但是那種呢 現在我們在看到這個圖上 它可以比較高的高壓 還不會 就把它倒回去 對 我 事情問一下 那為什麼水 就不要把它隔開來 分兩道水 那這樣就不會 這樣倒通過去 我不知道 會這樣嗎 我知道 它問題非常好 欸 欸 我每次在這邊上課 這個比賽上課 就覺得真的是 你們真的對科學很有興趣 這裡面你們別看喔 這個爸爸媽媽是這樣 這裡面你們別看小朋友 你叫那個拿諾巴的獎德主 我很天理 說不定 真的 真的這個 沒有錯 但是它這個一個問題 如果你把它分開對不對 分開對不對 你把它分開 它分開 分開之後呢 這個是負的嗎 對不對 負的對不對 那它這邊 如果水在這邊 那正在哪 正在這 它越低下 正就越多 它這個 就慢慢就 沒辦法感應出來了 明白嗎 沒辦法感應 它一定要是這樣的情形才行 一邊正一邊負才行 可以嗎 如果不這樣的話 那這邊就有一個正電 一直存在在這邊 沒有掉掉 正電一直存在 那正電會吸這個負電 它就很難的繼續 再感應出來 明白嗎 這個就等於是 這邊負電越來越多 這邊正電越多 這邊正電越來越多 這邊正電越來越多 假設這樣好不好 那這個正電 會跟這個正電競爭來 讓這個要感應 那這個情形 它的效果就變差了 所以不可以這樣子 可以嗎 這個其實最有原理的 再下一個 范德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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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它是有 范德傑夫 它這個 跟今天我們的儀器 有了力曲同工主表 是到 我是根據它類似的想法做的 范德傑夫 為什麼會產生 為什麼會產生靜電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范德傑夫變壓器 為什麼會產生 就是我們這個 Vendergrass 為什麼會產生高壓 有沒有人知道 應該今天有這個儀器嗎 有有 到時候可以試試看 為什麼會產生高壓 有沒有人知道 它是這樣 它裡面有個皮帶 皮帶上面有個滾輪 那個滾輪跟皮帶之間 它有一個特徵 它一接觸之後 皮帶就會接 可能是帶負電 那滾輪就變成帶正電 正電接地 負電把它用機械力量把它拉到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來講 好 你看 這邊這是一個 皮帶對不對 這是一個滾輪 對不對 這個滾輪跟這個皮帶之間 它本來就是 我要看到最後 在這邊 它本來就叫一個摩擦起電 我們到時候談摩擦起電這件事情 我們要講一下 摩擦怎麼會起電 有沒有人知道 生熱 對 摩擦會生熱 但是摩擦為什麼會生電呢 其實摩擦並不是生電 它主要原因 這是一個 尤其諸位小朋友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兩種物質 兩種物質 它獲得電子 或丟掉電子的特性不太一樣 有些物質容易丟掉電子 有些物質容易抓到電子 如果你把這兩種物質放在一起 接觸的時候一拉開 容易丟掉電子的物質 就把電子丟掉了 容易吸收電子的東西 就把電子抓到了 所以它就產生了靜電 這樣了解嗎 這個表就是跟你講這個事情 所以我把泛德節會稍微講一下 然後我們再講回我們這東西 好不好 然後再講講我們的實驗 你看 這裡 它是什麼意思 這是摩擦起 摩擦起電的一個傾向 空氣 你看它寫最正 什麼意思呢 最正就是最容易帶正電 意思就是空氣很容易丟掉 丟掉電子 可以嗎 可以 我們再看 手 手就是你的手 不是別人的 實眠 吐毛 白兔的毛子 不 兔子的毛 今天這個 兔子的毛知道嗎 兔子的毛 兔子的毛容易丟掉電子 還容易獲得電子 丟掉電子 丟掉電子 丟掉電子之後它帶正電 最正 了解吧 為什麼丟掉電子之後帶正電 因為本來電子跟裡面的直指正負電是平衡的 一樣多 丟掉電子它會帶正電 那你看我們這裡往下看 頭髮 這個抱歉很前提 我一下找不到反題的 這個頭髮 尼龍 尼龍羊毛 我們今天就是用尼龍跟羊毛的混紡的一個布 去摩擦什麼呢 去摩擦距離乙烯 就是PVC 你看PVC容易怎麼樣 得到電子 最負就是從這裡開始 因為這裡是容易丟掉電子 代正電 容易丟掉電子 容易丟掉電子 然後這邊呢 比較都在中心的 然後這邊呢 容易獲得電子帶負電 這樣可以嗎 看這個 這個就是 這種物質跟這種物質 你們擺的這種物質 一個容易丟掉電子 一個容易獲得電子 其實它們滾過去的時候 它就帶電了 帶電的時候呢 它用這個辦法 把它擠進來 把它用電力的方法拉進來 拉進來這邊 這邊到這裡面之後呢 它一個金屬殼包住 根據高式定義 凡是進入金屬裡面的電荷 都會跑到金屬的表面來 對不對 所以它就不斷 就不斷的把這個電的 就是靜電的 帶到這個金屬殼上 它事實上 理論上 只要你機械力量夠強 它沒有極限的 可是它金屬殼本身會露出來 了解吧 這就是范德傑夫變壓器的運作原理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我就要問你囉 有沒有問題 好 我知道這小妹妹懂不懂 不懂 好 不懂沒關係 那老師教你一件事情 你要記得好嗎 可以嗎 可以 就是說 為什麼會摩擦起電 是因為 所以摩擦是兩個東西在一起接觸的意思 對不對 對 那有一種物質 容易丟掉電子 有一種物質 容易獲得電子 你必須選這兩組 這兩件物質 來做 來做這個摩擦起電的東西 才會摩擦起電 了解吧 故意把它們靠在一起 摩擦一下 容易丟掉電子 就是丟掉電子 容易獲得電子的 就獲得電子 所以一邊就帶正電 一邊帶負電 可以嗎 沒人理我 這奇怪 說可以 不行 我很難伺候的 說可以我就問你了 理解不理解 理解 小朋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是 所以他這樣 這個皮帶 跟這個 他的正負電 就會分開 然後分開之後 把一把他帶進來 用什麼辦法帶進來 為什麼一把他帶進來 因為如果 他帶正電的時候 假設皮帶帶正電 帶進來之後 這一代正電 正電相似的 可是我用這個 體力把它一把帶進去 帶進去之後 用物理學的原理 他一定會跑到外面來 就不斷這樣做 不斷這樣做 就一直累下來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這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半德傑夫變相器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 老師做了一個大的 就跟著有類似的意思 好 我們看看這叫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這叫什麼東西 這個每年在美國都還玩十幾個人 這個叫特斯拉線圈 這個就不是完全接電 這是高頻的交流正當機 因為老師為什麼講這個呢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很常見 而且在台灣有幾個學校做的都不錯 這個叫做特斯拉線圈 它產生高壓電 這一開始 最不是特斯拉 朱老師講過假 我跟你講 我就逗你們講 他就這樣 朱老師最早做 不對 不是我最早做 最早做是老師一個 我的一個學弟 那個學弟 那個學弟 他那個叫成龍虎 他相信 那個青海無上司 真的 他在那個電台做事 他就喜歡做這個 跟那個特斯拉有點像 以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談談 特斯拉這個身體刺激 特斯拉有人有印象嗎 最近美國有個公司 就生產一個叫特斯拉的這個汽車 電力汽車 知道這是好好好 就是因為他對電力系統有重大貢獻 這個有點可惜 我們對他有點陌生 事實上他跟愛迪生應該齊名的 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再談談這個 也蠻好玩的 好啦 這個都講完了之後呢 你看我看看日常生活中 這什麼 就是因為滑梯 是這個塑膠做的 滑梯塑膠做的 然後小朋友一溜出來 就投變這樣子 蠻帶電的 了解吧 就日常生活的 這個叫什麼知道嗎 這個叫聖愛莫活 聽過嗎 這是在有生狀況之下 這個靜電累積的關係 所以這個船身 海面跟船身 跟空氣之間有很明顯的這個 電壓的差別 什麼 它那個船軌的 那個尖端 對方都會放電來 都會放電出來 這個水手看都嚇壞了 都嚇壞了 這怎麼回事 著火了 沒沒著火 那只是一個 一個電運放電的現象 就是放電 所以它那個尖端就會 會冒火 老師只是把這個日常生活中 比較有趣的幾個現象給各位講 這個叫聖愛莫活 記得一下 另外這車是什麼東西 飛行 這個是有一次英國的航空公司 它飛到了這個印尼附近 這個飛行員報告說 它整個 四個已經全部故障 突然之間四個已經全部故障 然後呢 這個怎麼 那個駕駛艙那個 前面那個打風玻璃 一直在那麼光 亂閃一頭嚇壞了 看到這只是在死神在召喚 猜猜看這為什麼 你們知道 這個 對 為什麼有靜電呢 死神在召喚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駕駛員真的是嚇壞了 怎麼可能 四個引擎同時故障 然後呢 這個機身 機身看到之後 亮晃晃的都閃進電 你猜是怎麼回事 原因是因為那個地方 爪哇那個地方 有那個火山爆發 它不小心飛到那個火山會裡面去了 火山會是很多例子嘛 高速衝撞之下就產生靜電了 不然還好它降下來之後又變早 就是全部都嚇壞了 這是一個 這個差一點點造成的一個意外的事情 這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這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飛船 我們叫什麼號知道嗎 不知道 講給你聽喔 很好玩的 這叫新登堡號 新登堡號 對 新登堡號 這個飛船在飛機沒有很普遍之前 是世界上最大的飛機器 而且它這個新登堡號 飛過太 這個大西洋 飛來飛去非常方便的 而且甚至還飛到什麼地方去呢 飛到北極去 可是因為那個時間很短暫 它不安全 因為它當時 因為要浮起來嘛對不對 這個不是熱氣球 是個氫氣球 裡面灌的是氫氣 現在要灌氫氣都太貴了 灌氫氣太危險 灌氫氣太貴了 所以沒有實現 這個新登堡號 為什麼燒起來 猜猜看 原因就是這樣 怎麼會有高壓電呢 他叫高壓電 對 他講對了 禁電 就是這樣 他當時飛到美國的時候 他準備要降落 降落的時候呢 因為風向變化太快 但是這個船長太著急 就連續做幾個轉彎動作 可是這個飛船做得非常大 如果你看這個人機一點點而已 飛船打 他連續轉彎的時候 就把裡面有幾個鋼索 把它因為硬力的關係 轉彎就硬力 打斷 打斷之後那個鋼索就 把這個飛船裡面 其實有好幾個氣囊 氣囊就裡面灌進去 就打破那個氣囊 有人看到靠近尾部的地方 也看到那個 表面上都一直閃動 有人看到 目擊者看到 一直閃動 一直閃動 就是因為裡面氣囊 清晰灌出來了 就吹外面那個龍皮 知道嗎 所以看到那個閃動 閃動之後他 他那個 他那個要降落的時候 他把那個下雨的時候 因為有下雨 那個時候有人下雨 他把那個毛 那個 拋毛那個繩子放下來的時候 沒多久就 就著了 因為拋毛一接地 他蒙皮上 跟內部的電壓差太大 在那個時候就跳火 就把那個氣球趕著 所以當那個燒光光 這個是很有名的一個 空難事件 叫新登堡號 上網查查看好不好 新登堡號的災難 看看 這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好了 再看這個 這知道了 雷電這個大家都很了解 可是雷電的成因 不太了解 我的弟弟不見了 我弟弟不見了 本來我找我弟弟來 他氣嗆了 不過開玩笑 他不要回答 為什麼呢 因為雷電到底怎麼產生 這個到現在還不是那麼清楚 他有些激轉的 主要就是對流的關係 知道嗎 好 這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靜電 那你看這個是靜電其實蠻危險的 我本來想今天做一個這樣實驗 可能有點 不是做這樣 不是做這樣 我本來用一個小瓦 我想因為我今天連續受傷 我想 別再受傷了 夠了 因為今天大家已經不好 因為這個 我本來這個東西可以 慢慢 就大火 這個靜電其實是要 要避免的 這個是在很多情形之下 是要特別小心的 因為這個氣油散出來之後呢 它那個加油箱不小心 會點燥的 很容易點燥 我們的瓦斯其實是用靜電點燥 知道不知道 瓦斯 有沒有家裡用瓦斯的 有沒有家裡用瓦斯的 瓦斯是不是一撥 啪啪 有沒有 撥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會點燥 有沒有人知道 它一撥的時候有一個壓電晶體 它產生 在路不知道應該帶過來 它一個壓電晶體 它產生一個小小的火焰 你們知道嗎 我們燒熱水的瓦斯 燒熱水洗澡瓦斯怎麼燒的 知道嗎 它也會放一個電池 有印象嗎 那個電池就產生高壓的裝置 它那個啪啪啪一直打 一直打火 讓它燒澡為止 就是基本上 也就是用靜電把它點燥 可以嗎 可以 好啦 我們再看看這個 靜電有什麼用途 這個靜電有什麼用途 知道嗎 這裡講一個叫靜電除塵 我們不是煙中冒很多黑煙嗎 那怎麼辦呢 我們把靜電打進去 讓那個黑煙在帶電 然後再用電池把它吸收起來 就可以把這個靜電除塵 這個問題除掉 好啦 其實本來還想講一些東西 包括我們那個營印機 裡面把那個紙吸起來 營印上去 這都跟靜電有關 知道嗎 這個如果有同學有興趣 都可以查一下 因為老師上課喜歡把靜電怎麼來的 人類怎麼製造靜電的 自然間有什麼靜電 靜電有什麼危險性 造成什麼災難 日常生活中有什麼靜電 大家瞭解一下 然後它的運用事實上有很多 像那個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燒熱水的瓦斯 用電池 為什麼要用電池 因為比較安全 反覆來 點到早為止 知道吧 好 講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要再講一個 靜電的科學玩具 老師看一下 這個時間很可怕 這個已經在十年前吧 十一年前了 十二年前 我現在才知道這個時間 十幾年不算太長 你們幾歲 他可能在十歲不到 八歲 你看 可是老師感覺起來 十幾年都不算太長 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因為這影片有幾個 有關靜電的部分 大家值得看一下 呦 這我錯 我又換錯了 我先在十一年 那天 那你永遠 我先在十四年 我 你送你 我先在十四年 我敬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呢它有一個三個尖尖的出來 對沒錯 三個尖 這個立體感不知道看得出來看不出來 它的這個尖端的地方呢 讓空氣帶正電 因為空氣很會帶正電對不對 你把它看 它這邊本來是正的 然後把空氣吸過來之後 空氣一碰到它 空氣也不能帶正電了 所以帶著正電就被它噴出去 就把它吹出去 知道嗎 它其實並不是電漏出來 是空氣的分子接觸到這個尖端的正電之後呢 這個分子變成帶電了 帶著正電 所以它就被它推走 所以這個東西就轉起來了 了解嗎 這個靜電風車 我們在教室裡常常看到 那老師給它改一個改 這裡給它加一個那個什麼 加一個閃光燈 這裡加一個奶燈 所以它亮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那個邊轉邊亮 好了 講到這裡呢 今天大概就要講一個 大概把要講的東西都講完了 我們要現在呢 把專心看看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要做的東西很簡單 我把這個講完 我不是立刻做 我們要再演示幾樣東西 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什麼呢 就是一個 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拿一個尖端下 拿一個大頭針 把它顛倒過來之後呢 這上面加一些這個金屬 這個金屬光子的那個膠帶 然後呢 我們用兩片這樣的東西 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這裡就用一個筆 筆桿在這裡 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圖釘嘛 圖釘頂的這個東西 是很會轉動 對不對 那這邊帶正 這邊帶負的話 這個鎮電到這裡 這間店就像剛剛一樣 會跳到這邊 這邊帶正 所以就變帶正 這個帶正之後呢 就被這個負電吸回去 被這個鎮電趕過來 所以它就轉了 到了這裡之後呢 這個帶正電 因為接觸它的關係 或者沒有接觸 電過去了 變成帶負 從上面看的是 這邊正這邊正這邊正 對不對 這個負的 這是正的 那這邊便帶負 所以它一邊吸過來 一邊轉回去 所以它就一直轉 今天我們把這個做出來 可以 講到這裡我們看看 這個做得好漂亮 我們今天要用的兩個產生靜電的 都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如果將來以後 有機會請朱老師 他在這邊也伸展一些 這個我用兩種辦法 一個辦法是用這個來伸 用這個摩擦的辦法 就直接是摩擦起電 但是因為我們的濕度比較大 老師比較擔心 所以老師今天再做個比較新的辦法 就把范德傑夫那個概念 把它融合進來 讓它變得更 怎麼講就是 產生靜電的更強一點 我們讓它轉動好嗎 我們先馬上演示一下各位看 同學你看我們這邊 老師把這個 這是個奇怪的設計 我們把這個拔下來 不怕不怕 你看 這用磁鐵把它吸住 然後呢 這樣磁鐵吸力就可以夾住 然後呢 這樣磁鐵吸力就可以夾住它 這個是PVC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叫什麼 聚乳磯對不對 然後這個呢 就是羊毛跟尼龍 這個藍色的布呢 羊毛跟尼龍混綁的布 然後呢 混綁的布後面呢 還給它加一個 金屬幹嘛你知道嗎 因為等一下它摩擦幾遍之後 我把這個墊搞出來 免得剛才是奶會暖通 是剛剛問說那個滴水有沒有問題 我就免得電已經在任著一機 我要把它牽出來 知道齁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在這邊有一個 迴路在這 迴路在這 那另外這邊呢 當它轉的時候呢 我們等一下必須這樣轉 要從這個方向轉 或者把它轉過來 給它從這邊看得更清楚一點 沒事 這樣轉 這個墊就傳到這邊 還好 它就傳到這邊來 傳到這邊來 因為這個駁板 塞到這個金屬裡面去對不對 擠進去之後 它帶電嘛 帶負電 擠進去之後這個電就會跑到外城來 所以它就會帶負電 了解嗎 我這樣不斷它就變 其實我現在齁 有沒有小朋友想玩一玩 敢不敢玩 敢玩嗎 敢玩的話 手牽手玩一下好不好 我需要一個爸爸媽媽 五個小朋友就好 好我們再求五個小朋友好不好 十個小朋友 來 手手先放下來 我們要把那個 我覺得人應該 年紀越小短子越大 所以你先問一下 小學一年底下 就是你還沒有上小學的舉手 還沒有上小學 好出列 上幾個 好沒關係 我弄小粒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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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粒一點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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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什麼 有什麼 沒有 你看 你沒有被電到 沒有 它 你會聽到一聲 你沒有感覺 沒有 有了有了 這個女生長大應該很難 對 很難被電到 很難被電到 摸摸看 先摸摸看 有 你有沒有被電到 你沒有 你有沒有被電到 你沒有 有嗎 沒有 沒有 我來試試看 老師親自試試看 老師也要跟小朋友牽手嗎 對 不是 這個需要一個人再轉 才行 哇 你要轉嗎 哇 哇 沒有 沒關心 老師先轉來看 我先轉來看 好奇怪 你看 他這麼多 會呀 哈哈 我聽到你 我聽到你 我聽到你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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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聲音的 我們再試一次 這次 我還是根本沒感覺 一個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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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這邊牽 不要牽手 這邊拿到 好 等一下摸這裡 他等一下摸這裡 摸摸看 有 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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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孩子沒事 我不練被電 因為我講這樣好了 OK嗎 痛不痛 不會 還想再被電嗎 欸 不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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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下一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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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的看看眼 要摸到這裡 摸到這裡 摸到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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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不摸眼可以 摸摸看了一點嗎 摸摸看了一點嗎 小朋友不在乎欸 要問你再問一次 還想再被電嗎 每個都不要 趕快回座 爸爸媽媽去談一下 來 換一題 還想再被電嗎 還想再被電嗎 小朋友都沒數幾萬 大人我知不知道 有沒有大人要數得看來 哇 有人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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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去嗎 沒有 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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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摸到 沒有摸到 小朋友為什麼不摸到 這把包包 這把包包 待會如果怎樣的話 不會 會摸到 沒有 再試試看 喝門看 再試試看 喝門看 喝門看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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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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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試試看 我看他已經麻痺了 我看他已經麻痺了 這碰久一點 這講快一點 碰久一點沒有 他早上進去沒有 他要先摸他 然後產生很多電 累積在這邊 倒到可以了嗎 來 趕快摸一下 沒有摸了 大家都踢到 等一下 等一下 手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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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絕對感覺 非常詐異 他想到 他就要被摸到我已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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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特例 我們處理一下 來你去找他 哥哥量下你的電子 他異語嘲人 來換你 等一下 等一下 先把 我們把電先 給記在那邊 好 看看 存在那邊 怎麼樣 有什麼感覺嗎 被攻擊打到 被攻擊打到 你還想再被打一次嗎 不想 所有被電到 都不想再被電 好 我們先回去 我們先來玩那個 進的風聲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這個 孫老師 我們先把那個 DIY作品做出來 那待會 那個 這個我們就放在現場 讓小朋友離開前 每個人都可以被電一下 這樣好不好 就不要急著再下 那現在就要被電啊 趕快 我受不了了 趕快來電我 會給你機會 所以不要擔心 好不好 那DIY的這部分 DIY的部分 你們邊做 老師等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要掌控了好的原因 所以老師 如果DIY做完之後 還有點時間 我們還可以看其他東西 因為今天DIY 還可以 相對的講 不這麼困難做 好不好 那個東西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嗎 你們剛剛傳過去看一下 那個東西有沒有傳吧 在這 哎呦 你看我都不知道 這個方便的東西 這個DIY的東西 基本上是這個 然後等一下材料 會有發下去 我們大哥哥大姐姐也知道怎麼做 做完之後 我們來這邊 一個一個試試看 會不會轉 好不好 其實如果各位在家裡 有一個PVC管 跟那個羊毛 跟尼龍奮房 的這個東西 抽抽看也可以 但是因為今天老師 為了避免做失敗期間 所以用一個特別好 特別設計的 他應該不會失敗 有個百分之百分成功 好不好 好 那先這樣子 我跟你講是不是 我們先交給大哥哥大姐姐 還是我來這邊講 我來這邊講 我來這邊講 好了 這其實好簡單喔 這只是一個透明的塑膠 我老大 這個透明的塑膠杯 看到 然後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 一個美式的這個竹丁呢 插到正中心去 插到正中心 這個插到哪邊正中心 這個要發點功夫 如果你越仔細在正中心 它表得越好 這樣可以嗎 這個插到哪邊 插到哪邊 要看正中央 做得越好 這個效果就越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然後呢 插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黏上去 這個黏的方法 看你高興 那我老師的黏法 我通常會黏八個 就是黏八片 差不多就是百分之七十左右 長度就可以 百分之七十的長度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說這個 下個黏百分之七十的長度 可以喔 黏上去 通常我喜歡用練八片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從 譬如說從這裡 從這裡看 這是一片 對面一片 然後把它轉成這個角度 這邊一片 就九十度 這邊一片 對不對 就是四片 在間隔的地方 黏上去就OK 好吧 那這個呢 是一個 是一個 一個筆管 筆管的上端 剛好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但因為這個 還好它選得不錯 我們有一個大哥哥好厲害 他知道這個 一定要在正中心的地方 然後把它放下去 因為這個尖尖地放在這裡 這個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 筆有一個上端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就行了 放上去就行了 放上去 然後呢這兩邊 這兩邊有一點點講究 可以看到這個兩邊嗎 你看 這個金屬的鋁箔 鋁箔 都要放在內側 就是靠近這個 轉輪的內側 可以嗎 可以 靠近轉輪內側 然後呢 事實上這個 等一下做的時候 可以把它拉長一點點面關係 外面拉長一點點 因為方便 夾一個正點一邊接地 可以嗎 所以這個東西 當然 我們放下去之後 看你怎麼弄 你高興這樣弄 你就這樣弄 如果不高興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設計 通常我的弄法呢 是什麼呢 我是會把它 這裡從上面看好 我把它折成一個圓弧狀 可以看到嗎 它不是圓的在這裡嗎 這是一個圓的嘛 對不對 那我把這個圓弧 包著它 這樣會好一點 可以嗎 先試試看 不行我們再調調 好不好 好吧 我們把材料放下去 大家都知道怎麼做嘛 對不對 都知道怎麼做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現在螢幕上顯現的 這個 突然這邊轉圍已經鑽起來 而且鑽得非常快 有沒有 這就是你們待會要做的東西 可以嗎 可能小朋友開始擔心了 周老師 他家裡沒有這座怎麼辦 沒有 這麼大一座怎麼辦 好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 老師 一句話 因為我在這裡 我還盡量求完美 所以避免說 假設有些人如果太好了 轉不動 而且這邊的濕度很高 所以他做起來會 難度會比較 就是靜電時間難度 在家裡通常不會 在家裡通常不會 都可以很好做出來 所以那時候 拿一個PPC管 這樣摩擦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周老師這邊也有 沒有 沒有 這個電線是高 高電壓 低電量 所以如果你牽過來的時候 跟哪一些 保麗龍的那個 那個電線桿 把它牽過來 可以牽到遠遠的 再扔轉這個也會 知道我的意思吧 因為漏電的話 都可以的 然後我們 我們現在示範一個比較細 因為我還是會對面 做這些事情 去選擇 啊 為什麼不適當 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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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這個 你拿這個 去拿 我幫我靠這個 你拿 我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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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我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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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靠這個 老師們 對 各位同學 各位這個 家長 如果 能夠做成這樣 是他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做不了像這樣 因為他在有一個奇怪的樣子 對不對 看一下看一下 我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這塊 好 這樣你看 可以看到上面那兩個做的什麼怪樣子嗎 像手一樣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像手那樣抱著有沒有 還有他那個尖尖的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如果能做這樣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做成這樣子的話 一樣可以 一樣可以 做成這樣的話 一樣可以 可以看到 他這個主要是上面這裡 上面這兩片 要稍微講究一下 效果好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實驗室 它的濕度比較高 如果我沒有記住 好久以前 我就想做這個 但是實在不敢 是 因為我們沒有很好的一個 像我們今天做出那個 靜電發電 就是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在各位的家裡做 實在有一個這樣一套東西 就能動 沒有問題 好嗎 可以嗎 好 那當然如果 如果必要的時候 老師可以演示一下 它的特徵 它那個 怎麼樣產生 它靜電的特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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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為什麼我用這個來做 吃到用這個也可以 它慢得多對不對 慢很多 回家之後 有些東西就可以來做 來試 可以嗎 慢得多 有沒有注意到老師的摩擦的策略 我這隻手 這隻手不動喔 不是這樣子摩擦 是這樣摩擦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一摩擦的時候 這個墊 就帶在上面 我伸到那邊去 讓它這個墊到這裡來 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這樣摩擦 墊在這裡 這裡沒墊 所以要摩過它 所以老師這樣 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老師會做一些奇蹟怪怪的東西 就是 避免這個俏門 大家沒抓到 我們先做出來這樣子 等一下大家一直可以調 好不好 先看能做成 可以嗎 好 這個不然成功 所以大家試試看 要小心點 我們的大哥哥大姐姐 會盡力幫忙 好嗎 好 先動手 可以嗎 請多多多彩 我先動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